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TensorFlow2基础知识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会员频道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数组的合并 在TensorFlow中给咱们提供了一套数组合并拆分的函数 今天的主题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马上开始 知识点其实就这么一个 使用TF的Conkat Stack Unstack 进行合并拆分数组 这个地方我应该再加上一个拆分 拆分 好不好 从来 拆分 对 为什么咱们通过字面上就应该能看出 Conkat 一般就是讲究的合并 Conkat在其他语言当中 一般都是合并字符串 对吧 在咱们TensorFlow里面 它可以合并数组 另外Stack 堆战 对吧 堆起来一个数组也是可以的 另外大家请看这 Unstack 看这个名称就知道 它一定是拆分数组的函数 对吧 都该怎么做 咱们今天就给您逐一演示 马上开始 马上进入咱们今天的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input TensorFlow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平台 还是采用Google的collab 为什么 因为我被它付费了 一个月大概9美金 经济实惠 我拿它作为一个图片的计算 真的是非常的快 一般我大概200张图片 大概算上七八个小时就能够算出来 其实也不快 好咱们先稍息马上开始 数组合并 先给您演示如何合并两个数组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定义的两个数组 A跟B 这两个数组 大家请看 我分别用的是Zelo函数和旺子函数 代表A这个数组 它是一个全零数组 而这个B呢 是一个全一数组 同时 我给它们的为数 大家请看 二四三 分别是两个三维的数组 为什么我给三维 便于您理解 您把我这两个数组 AB就理解为是两张图片 好不好 图片一般不都是三通道吗 对吧 长 宽 以及RGB 三个通道 一般是三维的 对吧 那么我今天就模拟两张图片 给您定义了两个三维数组 咱们马上运行 把它打印出来 看一下结果 够 我说话是不是有点快 不快 够 大家注意看 上面这个 二四三 全零数组 没问题 下面二四三 全一数组 更没问题 好不好 接下来干什么 咱们就要合并它 该怎么做 马上看 首先我给您做一个零轴合并 什么叫零轴合并 咱们再看 咱们就看这个 二四三 这是一个三维 对吧 咱们理解 这个二 这个数组的维数 叫做零轴 好不好 这个四呢 叫做一轴 这个三 叫做二轴 轴是这个axis 好不好 这就是咱们零轴合并 按理说 咱们就是应该在第一个二的这个维度上进行合并 对不对 那么 AB是两个二四三的数组 咱们在零轴进行合并的话 会合并成什么样子呢 答案 我这给您写出来了 会合并成一个四四三 踢足球是吧 四四三 不对 是四三三 咱们合并成一个四四三的数组 不是四三三 四四三的数组 怎么合并 马上看结果 运行 零轴合并 Go 最近这个 因为没有足球比赛了 好像这个对这足球也是不怎么看了 Go 大家请看 我是两个全零数组 全一数组 把它合并完之后 大家请看 形成了一个四四三 形状是四四三的数组 两个数组被合并成了一个C 对吧 在这个里面 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这个C是一个四行四列三元 元素的数组 好不好 OK 咱们通过这个函数进行了成功的合并 合并出来的结果是四四三 没问题吧 不是四三三 再说一遍 再强调一遍 好 咱们给您演示了一下零轴合并 接下来再给您演示一下一轴合并 什么叫一轴合并 大家请看 二四三 咱们刚才在二这 零轴合并 接下来一轴 咱们在四这个轴进行合并 会出什么结果 两个二四三的数组 如果在一轴进行合并的话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 什么 大家请看这 会是一个二八三的数组 把中间那个轴进行合并 马上运行 看结果 go 往下拽一拽这个滚动条 好 试一下 这是Google coLab 不好的地方 这滚动条 设计的不是特别好用 好 咱们看 go 大家看一下出来了 它会合并成一个二八三的数组 而且呢 把咱们第一张图片的 第一个元素 和第二张图片的第一个元素 进行合并成为一个数组 对吧 后面呢 又是一个合并 变成二八三 相当于说 把中间那个轴 咱们再看看原始的数组 相当于把中间的这个轴 把这段内容和这段内容进行合并 然后呢 把这段内容和这段内容进行合并 形成 001001的这么一个二八三的数组 相当于是说 是一个两行八列三元素的数组 OK 再来 再来是二轴合并 咱们零轴合并完了 一轴合并完了 接下来咱们合并一下二轴 二轴是哪个 是三这个轴 对吧 那么咱们想想 两个数组合并 以咱们刚才经验 会合并出一个什么结果来 对 会合并出一个246的结果 看结果 是不是 是不是按照咱们这么6的结果合并 马上运行 Let's go 开个新单元 拷贝过来 Ctrl运行 大家请看 是不是合并成一个246 每个数组的里面的内部的元素 变成了一个一维小数组 大家请看 是不是 第一个数组000 然后变成了这个第一数组 加第二数组00011 对吧 两个数组中的每一个最小元素 进行了合并 最后出来一个246 也就是说 两行四列 六元素的三维数组 当然可能在图片领域这么一看 觉得就是风马牛不像其 谁也不像谁了 对吧 但是它在数组操作的时候 是可以这样操作的 好不好 是这样啊 可能今后咱们合并图片的话 不会采用二周合并 但是很有可能采用一周合并 或者说下面的扩充函数 扩充意围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这其实上期给您讲了 跟和上期有所一同 只不过使用函数并不一样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咱们有AB两张图片 对吧 那么我如果把这两张图片 作为训练数据去训练的时候 那么我要把这两个243的图片 合并成一个大数组 合并成什么 咱们不能够按照刚才的零轴 一轴 二轴 合并 而应该是扩充一个轴 把它变成 大家请看 变成一个2243 对吧 这个243是咱们每一张图片的数据 这个2呢 是把每张图片组合起来 成为一个大数组 对吧 所以说咱们在咱们深度学习的时候 是需要有这种操作的 今天呢 咱们使用TensorFlow的Stag 来完成这个操作 马上看结果 Let's go 把两个243的数组 变成一个大的2243的数组 看一下啊 够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2243 也就是说 在这个大数组当中 分成两个小数组 每个小数 每个小数组的为数呢 是243 各代表着一张图片 相当于是一个图片数组 图片呢 是三维 图片数组呢 再加一维 变成四维 对吧 所以说您这看到的是2243 没有问题哦 OK 刚才咱们扩充了一维数组 接下来咱们再把这维数再变回来 再变回两张图片 降维相当于该怎么做 大家请看 就这个地方 安Stag 把刚才咱们这个C 进行零轴的安Stag 再回复成MN 这MN就是咱们的两张图片 一个圈零 一个圈一 好不好 看结果 口碑 然后我这再开一个代码块 C的结果咱们看到了 对吧 是一个243 接下来把C 再给它拆分 降维 够 大家请看 降完维之后 我分别赋予了MN 然后呢 我打印出MN之后 咱们大家看 上面这个是M 下面这个是A 是N 它们分别是一个243形状的数组 而且呢 第一个是全零 第二个是全一 就是刚才咱们看到的AB那两张图片 对吧 咱们成功的把这个大数组又分开了 这个在咱们机器学习的时候 或者说深度学习的时候 组织测试数据 或者说组织预测数据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常用 您一定要掌握 真的一定要掌握 这个知识呢 非常的重要 您说我不会这个知识 那么您拿到 您拿到模型 您拿到您的这个预测数据之后 您不知道该怎么匹配 不知道怎么出结果 这个时候 就是因为您不知道怎么扩维和降维 好不好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咱们呢 使用了TenS Flow里面 内部给咱们带的数组的合并 以及拆分的函数 非常的重要 希望您能够掌握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您在本地下载运行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是这样啦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呢 点赞加转发给您的朋友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